王旭你给我站住 你回来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咱俩都已经分手了 我回来还有必要跟你说吗 你走的时候答应我的那些事 现在都不算数了是吗 我说什么我不记得了 男生要不你给女生的机会 好好聊一下吧 两位当时为什么分手 半年前他说他在上海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给他点时间 没想到他到了上海 一个多月就跟我提了分手 那男生有没有想过 为了留在女生身边 而放弃这只机会呢 这次机会挺难得的 我记得这次机会 现在发展挺好的 不是我家里当初 给你安排了那么好的工作 你怎么不去啊 我不想一直靠你家里关系去工作 我想证明我可以 我不想所有事情都要你来安排 那如果当初你没事上海了 如果我 这个世界上压根又没有什么如果 你能知道每个人 做出选择之后发生什么吗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 为了我留下来呢 我能给你想要的一些 我什么都能帮你安排好 你就不能留下来陪我吗 你够了 你家将是好 就算我留下来陪你 你父母能同意 你有一个没本身的男朋友吗 你爸妈说的那些话 我都听见了 他们不想让你嫁给一个 没车没房的男人 我也想要我自己的事业 这样才被回来娶你 你竟然想娶我 那你为什么到上海 一个月就跟我提分手啊 我跟你提分手 是因为我不想耽误你 咱俩之间的问题 根本就没法解决 你父母是各单位的领导协层 而我呢 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闷不道顾不醉的 我留下来又能怎么样 你顾虑这些干什么呀 当初我在嗨根上和你认识之后 我就决定了 以后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嘛 有混蛋 那你还想让我干什么 我就问你 现在跟我去结婚 你敢不敢 你拿这个东西出来 你爸妈知道吗 你是跟我结婚 又不是跟我爸妈结婚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呀 男生 真羡慕你啊 找了个这么懂你的女朋友 这么好的女孩 是在哪找的呀 当时还是她主动 找我一起唱歌呢 以后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别遇到什么事就逃避 可是平静夫妻百事哀呀 爱情当不了饭 直接给不了你未来 你为什么总想着要逃呢 要不然你就别回来 要不然到处你就别走 我想证明自己 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不想在你父母面前 低人一等 我想光明正大的娶你 可是我那点存款 根本就不够娶你的 结婚就先用我的那辆车 房子嘛 我这还有十五万 我们先付个首付 之后慢慢还 只要你不走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回我都不能再让你跑了 走 我们去民政局 我愿意找跑的飞远 我窒息的眼